我是做股权投资的 对一切美好的事物 对一切能让生活变得美好的事物 都很感兴趣 拿到这套房子的时候 一开始是觉得整个的一个小区环境非常好 这个房型呢 它是个类别墅的一个房型 面积要的大 我其实对家装这一块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 一开始呢也是想邀请专业的设计师 身边比我高的设计师请不起 跟请得起的设计师深美的水平 也就基本是一样 软妆这一块就只能自己来了 一开始的定道呢 就是一个反式相差的一个感觉 也带一些工业的元素的一个风格 把主要的工业风格元素呢 都浓缩在了地下室去实现它 所以爸妈比较经常用的一层和二层 还是一种比较温馨的一种感觉来体现 我们家的地板 很多的一些个家具 其实都是复古做旧风格的 想搭配一些个金色的元素在里面 那无一禁止增大一个空间效果 本身就是想把那个厨房做开放式 就不希望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出现一个非常突兀的一些一个电器 所以是选择了嵌入式的冰箱 当然效果我是觉得非常满意 在一楼的洗手间 它其实就是跟着整个一楼的一个风格来的 比较复古 纸巾的架子 包括挂钩 我都是选用的黄铜的一个质地的一些一个东西 从一楼到地下室呢 是用了大理石的踏步 一个是因为就是本身 它是两种风格的一个过渡 还有一个呢 是对于一个食物的一个考量 防潮的一个功能 楼下的一个过室呢 有一点点的大胆 很任性地做了一个摩洛哥风格的一个卧室 我把它称作自己的闺蜜房 如果有客人到的话 那么整个一个地下室 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带着客厅 带着书房 带着卫生间的一个套间的一个感觉 概念 装修永远是一个遗憾工程 你永远会有不满意的地方 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更加完美的一个方案 所以这是一个永远在追求的一个过程 我对我目前生活 百分之一百二十的玩意 我记得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是主卧的一套家具 当运过来的时候 工头帮我们拆箱 然后说 老板 你们怎么会买旧的家具过来 然后还好心地说 要不要我们帮你们把那个家具给修一下